近期不少內地旅行團 在紅磡和桃瓜灣一帶糧透用餐 對社區造成滋擾 為了分流旅客 有旅行社安排團友到觀光船上用線 我們記者星期四所見 負責接待楊子晶維港油 暫時未再接載內地團 消息說最快下個星期三 才有內地團登船 楊子晶維港油營運總監 已定過今早接受電台訪問表示 都吃得很開心的 都相當正面的 因為維港油點都是一個好的項目 他們覺得比較新鮮一些 我們希望可以解決了九龍城的交通問題 人流問題 旅行團的問題 就做這件事了